日本东京的一栋普通民宅引起了民众的警觉 最近这里总是大包小包的往里搬东西 隔着铁栅栏还能看到废弃的衣服和鞋子 左邻右舍报了警 警察在搜寻过后竟然翻出了500多具人骨 进一步调查发现 这些人骨来自印度 属于几十年前的逝者 而这个民宅则是一家制作人骨标本的作坊 大家好 我是二师兄 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印度的神秘产业 人骨贸易 在印度 死人可能比活人更值钱 一个头发茂密 牙齿齐全 肾功能正常的印度人尸体 可以被拆解成骨骼 脏器 韧带 精子 血液 头发等不同的模块 价格从几千到几百万美元不等 一颗头骨或者一副牙齿的担价大概是1200美元 骨骼和韧带加起来大约5000美元 这种见不得光的黑市交易为什么会出现在印度呢 这和印度曾经的宗主国英国脱不开关系 18世纪的欧洲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 人们意识到解剖学的重要性 出于教学需要 医学院必须为学生提供人类骨骼 甚至出现过老师带领学生去盗墓和居民发生泄斗的奇葩场面 英美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看不下去了 出台了解剖法 允许采用停尸防律的或者无人认领的尸体来做研究 但这么一来 想要尸体就只能找医院 人体骨骼很快就供不应求 英国医生们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殖民地印度 自己的国家祸祸不下去了 就去祸祸自己的殖民地 他们雇用印度盗墓者挖尸体 在买同分尸人帮着处理人骨 这些分尸人在当地被称为DOM 只需付45美元 大概200块左右 他们就很愿意大半夜拿着铁锹去刨别人祖坟 人骨生意在印度越来越红火 印度独立之后直接起飞 越玩越大 一度掌控了全球人骨市场 1984年 印度出口的颅骨和骨骼多达6万件 大部分消往海外 西方国家的医学院学生只需要花300美元 就能买到一整套真人版骨骼标本 暴力的驱使下总会有人剑走偏锋 1985年 印度海关拦截了一批准备出口的人骨 一属 好家伙 整整1500具儿童骨架 印度举国震惊 有传言说 这些小孩是被绑架杀死后取股的 迫于压力 印度政府取缔了人骨出口 全球人骨市场供应陷入瘫痪 正规渠道的人骨制作周期长 价格昂贵 而塑料骨骼对于医学研究来说又不够逼真 需求得不到满足 市场就不会消失 尽管禁令已实施30多年 但不法商人依旧活跃 滋生出了巨大的人骨交易黑市 比如印度知名的大型医疗设备供应商Young Brothers 表面是医疗设备进出口的业务 但工厂私底下还在做人骨分销的生意 企业周围的居民也不止一次的反应说 看到工厂的屋顶上有骨头在亮晒 屋里也散发出臭味 类似的人骨工厂在印度的乡 镇 村里并不罕见 而尸体的来源下葬的方式不同 获取的渠道也不同 如果是火葬 一场葬礼下来要8000卢比 穷人家庭负担不起 所以他们愿意把逝者的尸体出售给走私者 不仅省了葬礼费用 还能额外赚几千卢比 还有人把逝者尸体之间放入圣河 也就是恒河里 称为水葬 会有捞食人将尸体打捞上来卖给加工厂 印度还有部分宗教要求土葬 盗墓者就在下葬后趁着夜深人静把尸体挖出来 如果贿赂目的的管理者就可以在下葬后几小时获取最新鲜的尸体 你发现了吗 人骨工厂的尸骨来源都是穷人 至于有钱人 他们的尸体会用带有香味的木材 煤油或者酥油烧尽 再把骨灰撒到横河里 拿到遗体后 工厂先将它们用网包好沉入河底 经过细菌和鱼类的分解得到基本的骨架 再放入锅里加入苏达蒙煮 去除残留的腐肉 剩下黄色的钙质表面 接着在阳光下暴晒 再放入盐酸中浸泡 让表面变得洁白 最后这些骨头被锡钢丝串联起来 贴在医学图表或者框架上 一个完整的人骨骼标本就制作完毕了 根据市场价 现在一件骨骼标本大概可以卖6000美元左右 其实不仅仅是人骨 其他的人体器官在印度的黑市上 也同样是可以变卖的零件 如果你走进印度贫民窟 会看见很多成年妇女的腹部 都有一个30公分左右的疤痕 这是卖肾留下的痕迹 中间商告诉他们 一场手术可以拿到3000美元 可等到卖肾者动完手术后 他们得到的只有不到600美元 并不是这种交易不被禁止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美国每年有近10万人在等待接受器官移植 在中国每年有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合法的渠道远远满足不了这个需求 巨大的利润永远是最好的驱动机 表面上看起来 贩卖自身组织的人从中获利 逃离贫困的深渊 改善生存环境 但事实上 大多数人甚至都活不到看到生活改善的那一天 他们在这场贩卖链条上的收益微乎其微 还要面对贩卖器官带来的巨大的健康风险 非洲 东南亚等贫困地区一直是重要供应员 买家大多数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中产以上阶层 放眼全世界 人体组织贩卖无处不在 但又极少被公开谈论 很多人总喜欢打着隐私的名义 忽略一个器官究竟是来自谁的身体 而人们的忽略又在无形中加剧了这种不透明 越不透明的地方 阴暗就越多 而受害者只会是一些弱势群体 想要打击这样的黑产 最坏的好办法 也许就是让整个供应链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是二师兄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